今天早上台东盐平乡的布农族内本路部落后一起乘重返内本路了 15年来族人们坚持每年都要重返内本路 要带着下一代认识祖先曾经居住的土地 内本路 肩上背着大包小包的行囊 开开心心的准备出发 台东盐平乡的布农族每年都会重返位于中央山脉的老家内本路 20号上午族人们聚集在桃园聚会所 准备重返内本路 参与的族人要背着重装行走10天再停留一个月 今年已经迈入第15年了 那参与的人数响应的这个人也越来越多的部落的这个参与 那所以这一次的参与的人数将近30多个 这群布农族朋友们当中 年纪最大的有65岁的老人家 当中还有人是带着慢性厨房签出发的 而年纪最小是才刚满周岁的婴儿 出于对老家的思念 让他们不怕寒流来袭 坚持既定行程 准备重返内本路 现在火很大了 那我们用我们的祈求化成烟 祈老带领的族人 透过烧狼烟 将心中的信念传递给天地 祈求一路平安顺利 领队表示 内本路回家的行动 是一种运动 也是一种生活 主要是向政府宣示 族人从未放弃这块土地的权利 而族人在这一个月当中 也能学会布农族 该有的山林智慧与能力 联合报是鸿基台东报导 就算了 谢谢观看